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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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尼亚的父母在纳米比亚经营着一个大农场 由于地处自然保护区内 坦尼亚和她的家人经常收留和照顾那些成为孤儿或者受伤的野生动物 嬉皮的母亲一直怀孕着母猎豹 就是因为断了腿而被收留 并在坦尼亚家农场的围栏里产下了嬉皮 在死之前还未有野豹在人工环境下生育过后代 因此嬉皮的降生几乎是个奇迹 然而母豹在产下嬉皮后却拒绝喂养它 于是坦尼亚一家只能收养了嬉皮 坦尼亚则自告奋勇地充当起了保镖和营养师 我们养过各个年龄段的幼豹 他们举止奇异 胆子很小 而这只豹非常安静 他们每天只知道吃奶 瞬息你的拇指 全坐在你怀里睡觉 它小的时候就像一只可爱的泰迪熊 他们需要我们时就会叫 我发现小豹经常会呼唤别人去陪他照顾他 他没有生气 他只是想得到爱 你把他拖起 抱紧他 他会在你膝盖上缩成一团 进入梦乡 这样他很快乐 如果他咬你 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你只要用手指挤压他这个部位 或拖住他的下巴 就在这儿 这儿 猎豹西皮在坦尼亚的家里渐渐成长 他们形影相随 西皮甚至跟着坦尼亚一家 成了一个电视发烧友 在这个家庭中 和西皮最好的是坦尼亚 西皮 他自己可有主意了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任性的很 就像个淘气的小弟弟 西皮 西皮走开 我不欢迎你 走开 西皮 快过来 西皮 到一边去 非常感谢你 坦尼亚 带他走 别让他趴在餐桌上 快点 别这样宝贝 西皮 别这样 坦尼亚 把你的豹子弄到一边去 让他坐地上 他没干什么坏事 我们不想和他一起吃 他又没动别人的盘子 让他到地板上去 你要干什么 造反了 躲开 躲开 他知道在听谁的 他感觉到了就不会扑你 别动 不许这样 不许这样挑衅 好好待着 看我怎么治你 和西皮在一起的时候 坦尼亚从来不需要考虑安全问题 尽管猎豹是世界上最快 最凶横的劣势动物 可以攻击任何移动的目标 但是对于坦尼亚而言 西皮是很好的游戏伙伴 你这样会弄伤我 知不知道 不许这样 不 不 你这个坏蛋 他就像我的小弟弟 淘气任性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没耐心听你说话 也不懂得尊重 从不老实 你和他讲话 他不会听 你是我的野兽 你很野 很凶猛 对吗 坦尼亚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者 西皮的英文名字 CP就是保护项目 一词的字母缩写 从西皮出生起 坦尼亚就一直详细地观察 和记录他的行为 品性 以及需要等等 坦尼亚对这只豹子的品性 可谓是撩如指掌 当他把耳朵转回去 漫无目的地凝视 自下观望的时候 他正处在完全放松的状态 眼神开始迷离 已经完全平静 松弛 他躺下的时候 你很难看到他 他和周边环境融为了一体 唯一能泄露他秘密的 就是那根不老实的尾巴 他浑身上下都那么优美 你真的很讨人喜欢 哦 就让你不高兴了 是我惹着你了 你感觉到什么了 他能闻出另一只猎豹 在他的树上做过标记 他得决定是再做标记 还是干脆离开 猎豹通过这种手段 是想表明自己的身份 你尿得够多的了 走吧 比如说 这 谢谢 好的 比方说 这就是他的领地 他会在边界附近的树上做记号 比如说 那是他的树 那边还有一棵 后边有两棵 这儿有一棵 哪些是属于嬉皮的呢 很可能有两只母豹的领地 深入到了他的领地中 他们就能见面和交流 坦尼亚和嬉皮之间的关系 或者会让我们感叹 物种之间的鸿沟 凭借情感的纽带 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被逾越 哪怕是人 何以之猎豹 尽管丧失了部分野性 嬉皮被人类所收养的这段生活 看上去似乎也不错 安逸又舒适 不过就如同孩子 有一天早晚要离开父母一样 在精心呵护了嬉皮三年之后 坦尼亚不得不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他要为这位朋友的未来幸福 做最后的努力 他不会打架 不会打猎 不懂捕杀猎物 没人教给他这些 他的妈妈必须教会他这些事情 但是 但是人类是代替不了的 在幼年时期 嬉皮天天追逐的是一只皮球 而不是猎物 于是他的成长就有了先天缺陷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坦尼亚要将嬉皮训练成一只 能适应野外生存的猎豹 难度可想而知 头几天里 坦尼亚先是带着嬉皮去熟悉这片五十公顷的保护区 去找一块属于他的领地 不过嬉皮并没有领会这位好朋友的父亲 他还是愿意在保护区边上的农场留点 这里是什么地方嬉皮 保护区 你如果去那儿 会看见一个农场 会有一只枪在对着你 听见了没有 如果嬉皮溜达到附近的农场 就会接近农场主的羊 他一点不怕人 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和人在一起 所以他很可能会吃枪子 因为农场主认为他在威胁羊群 尽管是在自然保护区内 但是为了保护当地农场主的利益 当地政府允许农场主 对侵犯农场的野兽开枪 快把羊羹走 快走 别让包子叼去了 快快 快走 好 现在不用着急了 不会有人向你开枪 哦 嬉皮行事好 他任性惯了 不喜欢约束 他知道我要干什么 他不喜欢被弄脏 我一往他身上撒土 他就跳起来 哦 上帝 嬉皮 走吧 我走了 为了能让嬉皮走得远一点 一看云长 坦尼亚支出了杀手间 别急了 你 ol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他们一天能走二十公里 杨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是的 你在哪 我现在就在暴突山上 我要你快过来 带着帐篷 还有水 带尼亚 带尼亚的弟弟负责他们的后勤保障 尽管十分辛苦卖力 带尼亚还是常常发出种种不满之意 我需要水 快给我水 你是怎么搞的 把水都喝了 那不是我的错 快点回去 再取些水来 陈尼亚 闭上你的嘴 就这么点水 你喝了一半还漏掉不少 眼看去美国的日期越来越近了 可是西匹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地 他们的进展十分滑了 你不要去那边 向这边走 西匹没有标榻的领地 他闻出这地方还有一只公豹 如果他那样做了 那只公豹会嗅到气味的 也可能会杀了他 所以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得离开 西匹 来了一只野豹 来了一只野豹 就当他根本不存在好吗 他根本不在这儿 你就待在这儿 别动 好吗 不要动 他在向这儿看呢 别怕 他来了 我们走 旱季到来了 绿洲 旅舟常常会把山上的野豹 夹沾 这天 坦尼亚和西匹就遇到了一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对方是只年老的豹 年轻而强健的嬉皮占了优势 几个回合后 老豹 选择放弃 嘿 亲爱的 你还好吧 你没丧失雄性的尊严 别担心 他不会再来 这次交战的胜利给了坦尼亚极大的不悟 他似乎看到了西匹身上野性的回归 随后的几天里 坦尼亚开始不给西匹喂食 希望通过饥饿去驱使他捕猎 猎豹并不是天生的杀手 他原本需要母亲的教导 不过坦尼亚逼迫出来的饥饿感 到底还是激发了他潜在的本能 西匹开始自学鼓励了 累了西匹 真是棒小伙子 西匹似乎已经迈出了野外独立生存的第一步 下一步坦尼亚计划的 就是逼迫他离开自己 当然这是他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一种分离 西匹今晚睡这儿 不 不行 他可以 怎么不行 他不能睡在帐篷里 我们走 不 嘿 坦尼亚 不能进帐篷 就让我们歇一会儿 你真是自相矛盾坦尼亚 你要让他进帐篷 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们都很累了 让我们喘口气好不好 你睡没有问题 但是得让他出来 好好歇着吧 坦尼亚在醒来时已是黎明 他发现西匹不见了 快醒醒 起来 西匹不见了 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那家伙昨晚还出来舔我的脸呢 西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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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平平过去 西匹一直没有露面 初次回归野外的西匹 独自在一片荒凉的野外世界闯荡着 但坦尼亚无法想象 西匹是否已经实现了自由和独立 在原本属于他的世界中找到了领地 从而成为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猎豹 让我们来看看 作为一只真正的猎豹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环境 在纳米比亚 世界上最大的野生猎豹群生活的这个地方 野生猎豹的数量也在逐年的下降 在十年前 一共有一万只野生猎豹 但是十年期间 其中的七千五百只 已经死在了农场主的猎腔之下 整个非洲大陆 所有的猎豹野生的加在一起 才不过五千只 由于生存的范围越来越小 它们逐渐丧失了基因的多样性 还有就是近亲繁殖 让它们的基因的质量也在逐渐的下降 所以存活率越来越低 这么糟糕的环境 有人说猎豹这个物种能够生存 本身就是一大奇迹了 那西皮它是打小被人工驯养长大的 马上就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可怕的野外世界去了 它的生存难度之大 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在坦尼亚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个星期 坦尼亚的父亲 终于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昏迷的西皮 西皮 慢一点 把它放到车上去 你先上去 来 从我背上把它抬起来 它很重 整个抱住它 来 慢一点 慢点 是被蛇咬的 可能是蛇 快点带它回家好好检查一下 它到底怎么了 在这儿呢 看到了吗 在这儿 被蛇咬过 糟糕 是什么蛇 不知道 这很难说 可能是蛊腹巨癸 别动了 等一下 我去找些药来 爸 快去 拿抗蛇毒素 坦尼亚家的冰箱里 保存着各种抗蛇毒制剂 以便被蛇咬后 能够自救 因为抢救即时 西皮保住了性命 但是坦尼亚想让西皮 以回归自然的宿愿 也就此破 一个星期后 坦尼亚欺承父母 本该是欢庆的时刻 但坦尼亚十分伤感 尽管有父母代为照顾西皮 但他仍然担心西皮 从此将孤独寂寞 没有朋友 西皮 爸 停一下车 快停车 你要去哪儿 我就回来 快点 请不吝点赞 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奇迹发生 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失望 我想我们应该谢谢小姑娘坦尼亚 她的选择和遗憾都显得那么的美丽 她选择把西皮送回大自然 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和西皮告别 这些都是因为爱 目前在纳米比亚 龙中猎豹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野生的 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 保护动物并不仅仅是在肉体上对它们精心呵护 更重要的是 我们人类自主要节制欲望 停止扩张 不要去侵占 很属于动物的灵魂 不要让所有的荒野 最后都变成人间 最后我想说的是 真正的爱 其实就是缘 也就是 远远的 看着